上次來真的被他的收納欄下歪99塊 這個我覺得最扯 這一個才139欸 這真的很厲害的一個發明欸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劣跡 再補貨一個 歡迎回到位星星 今天又是我們一起逛新店的單元 然後也是首次在台北拍這個系列 前陣子呢大家都知道我搬家嘛 搬來台北之後呢 我就來逛 接下來要帶你們去逛這間店 逛了兩次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推薦給你們 帶你們一起去逛逛看 這間呢就是大創旗下這幾年非常有名 被稱為評價版不應良品的Standard Product 我覺得他的東西真的是又評價又好看 非常非常期待帶你們一起去逛 那我們就GoGo 在開始逛之前呢 要先給你們介紹一下我今天帶的飾品 一樣是Anna Luisa 我最好的空媽 他們最近有9月的優惠喔 如果你還不認識的話 它是一間百分之百用回收 開心製成的高質感飾品品牌 我已經介紹過非常多次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歡他們家的飾品 真的是用了兩三年都完全不會退色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一個很讚的飾品的話 可以到下面資訊欄找找看他們的連結喔 我家的款式呢是很細很細的銀鏈 然後是配上一個超級可愛的小愛心 推薦給大家 這層樓呢除了Standard Product之外呢 因為它是大創旗下的嘛 所以這邊有一間超級大間的大創 然後還有一個 也是他們家的品牌叫做3P在那邊 所以大家可以一次來明耀 就可以一網打進逛三間 首先看到這區網路上超多人推薦他們家的相框 因為又便宜又簡約好看 有這三種顏色 還有原木色比較深的木頭色 還有白色 我自己還蠻想買一個回家 因為我看很多人擺起來都很好看 而且一個才多少錢 99塊超級便宜的 剛才挑一下 逛這種日系雜貨店的不能或缺的就是 餐具類啦 他們家的餐具也是非常的便宜 我覺得他們的風格啊 相較其他品牌比較更沉穩一點 有很多這種深色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 不要都只用白色啊 木頭色的話還蠻可以在這邊挑挑看 然後乍看都很像什麼很好的淘氣的那種紋路 像這個 邊緣這種琥珀色的感覺 我就覺得很好看 這個多少錢 99塊 如果你買這種小的碟子 49塊超級便宜 難怪它被賣到只剩下一個了 它連這個啊 可以放置小菜跟筷子餐具的小碟子 都做得很好看耶 不過呢 我個人私心還是最喜歡這種白色的淘氣 超漂亮的 你看這個 插壺也很美 我很喜歡耶 而且這個杯子啊 還蠻大的 很適合拿來泡一些 濃湯啊 味噌湯之類的 而且啊 它這個系列 你不覺得它的長相都是長這樣子嗎 啊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它全部都是可以疊放的 我覺得在 小坪樹小空間的地方 可以疊放真的很重要 就不會那麼站位 這就是我覺得他們很聰明的 廚房收納用品 它都是很妥善利用你各種空間 這個是怎麼用呢 就是你 廚房那邊不是有廚櫃嗎 然後你就把它放進去你廚櫃裡面 這樣插著之後 這裡就可以拿來曬你的抹布 或是餐巾之類的 可以夾在這邊 讓它晾乾 像這兩個 白色的很漂亮 這個是可以拿來放在你的 就是廚櫃下面的門板 這樣卡住之後就可以掛毛巾 這個可以拿來掛廚房紙巾 這是我這次有買回出我新家的衣架 因為它這個白色的很簡約 然後它有這種可以掛背心的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讓你 如果你是那種細剪袋 比較不容易掉下去 然後這樣子 6格是99 我覺得還滿便宜的 我要跟你們講 我這次想要來拍這間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知道我上次來 真的被它的收納欄下歪 我剛剛粗估了一下 這邊至少有15種 不一樣材質跟款式的收納欄跟收納盒 我覺得已經超過IKEA 宜得利 他們的選擇種類了 真的超級多 趕快來看一下 好像我現在左右兩排就已經有兩款 我自己覺得還滿漂亮的 先看一下這個 是我覺得應該算是15種裡面我最喜歡的 你看它真的很細緻 它還有這種有提把的版本喔 然後提把之外 它上面很細心 還有幫你做一個翻蓋的設計 所以你就不用怕灰塵跑進去 然後有好多款式 像這種也有小的 光這一個材質就有好多選項耶 你看超大的 可以拿來收各種大型雜物 然後你擺在那邊 別人都不知道你裡面放什麼 你們就只會覺得外面很好看 然後像這邊啊 也有這種還滿特殊的 它是針織的收納欄 我第一次看到針織的耶 雖然它是針織材質 但它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硬度 然後又有一點彈性 可是這個滿漂亮的耶 很適合那種家裡很買白色的那種女生 然後也有這種灰藍色的 再過來一點點呢 也有這種最多女生喜歡的 這種毛線的編織欄 一樣有這個耳朵可以讓你提著 比較大的啊 也有小的 還有比較深的版本耶 這就很適合拿來放什麼抱枕啊 或是放一些圍巾什麼布織品 它有灰色的耶 它們家大概都是以白色灰色為主 然後這些都很便宜喔 像這排都99塊 這個我覺得最扯 這個才139耶 這個這麼漂亮才139 超級誇張 它大的也139耶 從小到大都139 真的假的 有沒有寫錯啊 真的耶 這個最大的也139耶 好扯喔 那這一面的布置收納袋應該是網路上有看到最多人討論最多人買的 因為它可能就是蠻素雅的 所以很好搭配你家各種風格 然後它這個有出好多大小喔 你看連這麼大的 這個感覺就是拿來收衣服 比較扁又比較大 收一些換季的衣物 然後放在你的衣櫃上面啊 或是衣櫃下面 比較正方形的 感覺是有人來收各種雜物 什麼包包啊 帽子之類的 偷偷跟你們說 因為我最近 就在逛這間之前 我不好行去買了 無印良品的這一種收納袋 然後大概一樣的大小 要四五百塊 所以這個139真的是 划算 喔我覺得這個也很可愛 這個編織藤蘭 你看它那個示意圖是裝蘋果 喔超級可愛的 拿來裝水果啊 拿來裝一些蔬果 放在你的冰箱上面 或是你的那種櫥櫃上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這個材質 感覺是滿好清理的那種 接著呢 也是這幾年 女生們最喜歡的藤邊蘭 它甚至有這種 可以拿來放大型植物的這種收納蘭 我覺得也可以放在你的鞋櫃旁邊 拿來收雨傘啊 或是鞋靶之類的東西 也滿好看的 然後也有這種 一般的蘭子可以拿來收納 如果你是開店啊 或是做民宿 你都可以拿來佈置的 很多不一樣的形狀 然後甚至我第一次看到有 灰色的藤邊蘭耶 天啊 奇幻灰色的人來這裡會瘋掉吧 一樣也都是139左右 就是很便宜 方形的甚至才 99塊 好便宜 然後下面呢 還有這種木紋的 不過我覺得我自己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他們家的這個木紋 質感沒有到那麼好 就是藤邊那些會更漂亮 那最後呢 想要分享的是這種 比較 塑膠材質的 如果你是都不喜歡剛那些材質的話 你可以選選看這種塑膠的 那黃色我覺得是很可愛 但如果你覺得太過搶眼的話 也有這種墨綠色 然後它都有做上面的蓋子 我覺得有這個扁型還滿特別的耶 這好像很少看到這種形狀 也是非常的便宜喔 這個才69塊 這麼大一個耶 含蓋子69塊嗎 對耶含蓋子69耶 無意良品的蓋子跟收納盒要分開買 還更貴 這個真的好便宜喔 感覺可以收保養品跟化妝品 扁扁的那種東西 或是你是有在畫畫 藝術家那種 感覺也很適合收一些 媒材什麼的 接下來這群呢 也是我自己已經有先購入的 之後的影片 會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 租屋必備 曬衣夾 我之前買的那一款 好像現在已經沒貨了耶 完全沒看到 反正它的曬衣夾很讚的是 因為它都是不鏽鋼的 所以不會有那種 塑膠衣夾會脆化的問題 你看它這個全部都不鏽鋼 然後我買的是比較大的版本 現在看起來是 已經完壽 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熱銷 很推薦大家可以來 他們這個曬衣用品區逛逛看 上次沒有發現耶 是我自己不小心沉思起來 因為我有點想要買這個 放在我新的化妝桌裡面 這是可以收納你的化妝品的收納盒 然後大家應該都知道 無印的壓克力收納盒 很貴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 欸很便宜耶 像這個可以收好多口紅跟粉底液之類的 這個只要99耶 好便宜喔 有點還有很多種耶 讓我好好來看一下 我要買哪一個回家 啊 然後我要帶你們去後面 看一個很屌的東西 在這裡在這裡 這是一個非常冷門的東西喔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推薦 這是我表妹推薦我的一個棉花棒 如果你有看過我以前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我是一個 很喜歡用黑色棉花棒挖耳朵的人 因為很療癒 你挖出來就耳屎會很明顯 但結果他們現在出了一個更扯的 它是蘑菇頭造型 所以你拿那個蘑菇頭去刮你的耳臂的時候 就是 耳屎可以很容易的刮下來 真的很厲害的一個發明耶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獵奇 但是很推薦 我自己已經用完半盒了 之後應該也會再回購 最後後面這一大區呢 全部都是露營用品耶 他們竟然連露營用品都有賣 我覺得超神奇 而且你知道露營用品是出名的非常的昂貴 但他們家的也都是很好入手的價格 像是有那種露營的時候可以料理的用具 也有一些圓藝的用品 還有很可愛的花器也都很便宜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來這邊好好的挖寶一下 我現在已經介紹了這麼多 都還沒有介紹到它的一半 剩下來就交給你們來探索啦 再補貨一個 找啦 好 我已經買好我的東西了 然後準備新滿一桌回家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帶你們逛的新店 Standard Products 現在好像台北台中台南都有店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最近搬家或是租屋 或是你有任何生活用品需求 都覺得你可以去逛逛看 因為真的是有很多 平價又實用的小物可以讓大家挖寶 那最後也不要忘記 如果你對我身上的視頻有興趣的話呢 再到下面資訊欄點開他們的連結 最近NLUSA正在優惠中 真的真的很推薦這個 我最喜歡的視頻品牌給大家 最後呢 就不要忘記 訂閱我的頻道 發我的IG 下次想看我逛什麼新店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今天的OOTD呢 外面這個罩衫是NOLI的 然後裡面這個硝煎本身是GU 下面這個漂亮的裙子呢 是Urban Research的 以上